因为现在呢,在多瑞多,有非常多的艺术家,都是非常要求的,就是上次我们这个相亲相亲这个会就体现出来,而这些艺术家呢,这些艺术家呢,要财能,要充分的发挥,要把他的财能充分的利用,变清,对吧,自治家里的这个财富,就是钱啊, 这种呢,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金融企业家,把大家组织起来,搞这种能盈利的活动,我们讲盈利不是因为我要在这个方面的盈利,因为我希望能够在,就是艺术家在这方面的盈利,能够搞活动的这种要盈利。 这个想法很不不人心,大家的解决一下,这个想法带得到我们大家很多人的支持,得到我们这个中国艺术家的回应,热烈一下你的意思。 所以说呢,我觉得这样的话呢,就为我们艺术方面人才呢,就是希望能够跟着你走这个资本主义的道路,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。 这个很关键,把这个建制到的,在北美这个地方呢,如果不搞资本主义,这是没有出入的,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,这个是北美是资本主义社会,所以呢,必须用资本,依靠资本的运作,依靠市场的运作,依靠大家的力量,社会的力量,和集体的力量,我们才能走向富裕的道路。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,以前的总是喜欢捐业,过人奋斗的,所以呢,就产生非常难得难度。如果我们把它组织起来,共同来做这些事情,你就会发现,很快乐,收获很大。 对,这个我们也特别有体会啊,像我们这个,从事这方面,力量方面的人呢,在自己的本专业呢,都会很努力的去用功,很努力的希望能做出一些好的成绩。 但是缺少一个领头人带领大家一起致富,也就是缺少一个在经济方面的领袖带领我们大家共同致富。 对,我们好像从来都不缺精神领袖,政治领袖,但是在中国呢,好像这个比较缺乏这个经济方面的带领人,对不对? 说得很对,因为我们知道,就是在做的大家都知道,我们伟大的政治领袖,毛泽东,对吧? 所以说,它呢,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,没有人可以,就是,就怀疑。 但是呢,在中国呢,也出现过经济领袖人物,但是呢,没人知道。 为什么呢?因为人们对金融,对钱,对商业,并不重视,并没有正视。 所以的话呢,你看我们,最近才发现,乔家大院,洪景香,胡绪炎这种,这都是属于经济领袖人物。 只有你找到了经济领袖以后,你致富就不难了。 好,那么在这个,加拿大这种资本主义社会,我们这些艺术家呢,就准备这个,也走资本主义道路,把资本主义做到里头。 同时呢,也把我们的艺术进行到里头。 就是这样呢,我们这些艺术家,不仅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热,而且走下舞台在生活中呢,也可以不为生活所累,这样才能把艺术进行到里头。 对对对,那么好,听到唐先生的介绍,还有唐先生这个愿望的新生,特别是对我们多伦多华人文艺事业的这么一个展望。 那么对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员来说呢,也是非常的高兴,那么也是听得是有一点热血沸腾。 那么现场的话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当场特别有感想,也欢迎来一起上来来讲一下自己的想法,分享一下你的心得。 那么今天来的呢,都不要客气,都不是客人,都是自己人,大家有什么想法?唱首一点,尽管上来,好吗? 是啊,刚才掌声很热烈,看到大家音乐都很有想法,很有共鸣,那今天我们来的都不是客,都是自己人,所以不用客气,我们谁有什么想法,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,是否有人愿意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? 我希望再来这位,跟您这方面的勾建。好,谢谢您。 好,谢谢您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咱们上海来,向大家祝酒。大家欢迎。另外,我们还人气的请到了,公民国总领馆的副总领事,李正明先生。 好,请大家举杯。 让我们共同举杯,相信在这里头,祝愿我们大家每一天的生活,都会幸福。 痛苦。大家拍拍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好,我们今天到场了。 很多的这个企业家。 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